- 打完前訂了 - 加料 一大灘口水直接吐在手上 接著竟然把整隻手伸進去 裝珍珠的杯桶裡 不斷撈啊撈 再把珍珠倒進飲料杯 一旁的店員也沒有要阻止 甚至還拍下畫面 PO到網路上 寫著這位客人真幸運 喝到手抓飲料 甚至罵髒話詛咒人 影片曝光 讓民眾覺得實在太噁心 喝噁心 然後平常都有在喝手搖 然後就有點不太趕在喝 我覺得太噁心了吧 這種店家一定要抵制他 千萬不要去跟他們捧場跟消費 事情就發生在14號 晚間接近9點半 知名連鎖首要飲料 可不可熟成紅茶的新竹冠譜分店 當時這名女店員 疑似不滿打烊前 有客人在外送平台下單買飲料 於是就這樣惡搞 在飲料裡夾料 我覺得是非常 不應該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對於現在人們都外食的情況下 這樣子會顯得有點慌恐不安 可不可總公司發出聲明回應 第一時間立刻暫停這名員工的職務 也勒令新竹官埔分店停業 並且永久終止加盟合作關係 也會追究所有法律責任 總公司也向消費者表達歉意 之後女店員也道歉 說只是覺得好玩 錄影發到社群 沒想到卻引起大騷動 表示自請離職 也會接受應當的處分 其他餐飲業者說 會在打烊前15分鐘 關閉外送平台點餐 讓員工可以準備收工 雖然要下班了 但訂單沒關閉 收到本該好好製作 員工一時的有趣 害老闆關店破壞形象 還要挨告 TVBS新聞 陳世銘 陳佳彤 新竹 採訪報導